触目惊心 秀吉斑斑就为长径走私入境 流入15省份 被卖到了哪儿 高科技医疗设备为更加精准诊疗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一些不法分子未牟利 打起了走私进口就医疗设备的主意 福州海关机司局近日打掉一个犯罪团伙 他们走私的时 这个工作台上凌乱的摆满了未长径零部件 螺丝刀 尖嘴钳等工具 精密一点的维修设备 只有一台显微镜了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如果走私进来的两台同样的设备都有故障 也有将两台拼成一台的情况 由于这些走私进来的旧医疗设备品质难以保证 因此 即使卖到客户手里 也出现了大量返修的情况 今年5月 莆田一家民营医院 从该公司购买五台未长进 曾因质量问题 向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投诉 打这一个维修点的旗号 对外宣称是指定售后 实际上他们这个设备 完全达不到我们国家技术指标 也没有经过卫生检验检疫 所以对患者会造成极大的健康伤害 海关机司部门在审查中发现 吴某走私犯罪团伙 从2018年4月份开始 陆续向两家日本公司 订购未长进等旧医疗设备 然后将这些设备走私偷运入境 犯罪嫌疑人吴某 为了走私这些旧医疗设备 先后在福建莆田 浙江杭州等地注册了多家空壳公司 然后以这些公司的名义 分别向日本两家经销二手医疗设备的公司 购买医院淘汰的未长进等 海关机司民警在涉案公司 发现的一个记账本 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地客户 购买旧医疗设备的账目 购买旧医疗设备